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要问最近被讨论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的回答都会是张博之生第三个孩子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于观众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 不得不说,它实在是太低调 很多人都没想到它竟然这么快就生下了第三胎 其实之前就有过它怀孕的传闻 但是大家一直都没有相信 因为它瘦弱的身材来看,完全找不出有怀孕的迹象 而更让大家惊讶的是,它连恋情都没有公布 孩子的生父是谁,大家更是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测 张博之工作室微博首次回应了第三胎生父的问题 但只是直接回应了两个字的声明,假的 从张博之工作室以及他本人的态度来看 很有可能已经不准备把第三个孩子的生父公开了 而是准备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 这让人感到一些心疼 毕竟一个人照顾孩子还是很困难辛苦的 当然张博之肯定是在新牢中收获了最大的幸福 不过让人感到更开心的是 张博之肯定会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而增加工作机会 也就是说,观众们以后能够更多的见到张博之了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最后希望张博之以后能够有更精彩的生活 他的第三个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将来成为母亲的后盾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